第六章 弟兄们,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,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,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,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,人若无有,自己还以为有,就是自欺了,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,这样他所夸的就钻在自己,不在别人了,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 在道理上受教的,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,不要自欺,神是轻慢不得的,人重的是什么,收的也是什么,顺着情欲撒种的,必从情欲收败坏,顺着圣灵撒种的,必从圣灵收永生。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,若不灰心,到了时候就要收成,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,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?凡戏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离,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 他们那些受割离的,连自己也不守律法,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离,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,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,因这十字架,就我而论,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,就世界而论,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 受割离不受割离,都无关紧要,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,凡照此理而行的,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名。 从今以后,人都不要搅扰我,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 弟兄们,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。 阿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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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。